比特币所有的多单的话基本上已经被清算了 这一波的话比特币从上方的一个4万9美金下跌到下方的这个 4万1000多美金的位置跌幅15% 接近17倍以上的杠杆全部是被清算了 7倍以上的杠杆基本上已经被清算完毕 那接下来比特币会否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确实是上个视频我们说过了 如果回调到下方这种关键的支撑点 是可以去买进你的现货的是吧 这里先买一部分是吧 如果它再往继续向下跌到下方的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38,000这个水平 跌幅20% 到38,000 39,000这个水平 如果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你要去全部去买进你的现货 那之前的话没有买进的朋友 那合约的话我是不建议去操作是吧 不建议大家去操作合约先 先观望一下 那现在的话它的一个趋势跌完了没有呢 那么来看一下 之前它这种非常强劲这种趋势被打破之后 它的价格也没有出现一个回踩到上方 43,000以上那个水平 目前的话依旧是在42,000多 没有重新去占上这个43,000之前 不要去轻易做多 有可能它的价格还有可能会继续向下跌 但是如果你已经抄底现货的话 不用着急 现货继续拿着是吧 你之前的下方抄底的 你可以继续拿着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去买进的话 你可以去慢慢去逐步去买进 别人恐慌的时候 就是你贪婪的时候 不要害怕是吧 再往下跌越跌你越麻 你一定是可以去赚钱的 只要你有这个信仰是吧 现在价格来说的话非常便宜 现在4万多美金的比特币非常便宜 等到它15万美金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的价格相对于现在来说的话 非常的便宜 所以回调之后必须去买进是吧 一会的话它可能会反弹到这个4万4这一片区间 这个区间可能会反弹到 注意一个风险 多头空头不可能一直盈利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去做一波的一个反扑 这位置去走一波的一个反弹到上方的这种区间 但是这个位置突破以后 能否再次向上突破呢 能以为的话还要去看之前 之前的话是有过这种案例 它下跌之后收了一根下影线 在位置拉了一根上去之后 回调反弹去反弹去走一波 但是这次有那么幸运吗 是吧 不一定每次都那么幸运 但是的话这一波反弹是有的是吧 小反弹 因为的话跌幅有百分之多 如果反弹个百分之三四 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应该是可以去反弹的 反弹到之后 这个位置是否会继续向回调 我们要看它是否再去放量下低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清算的差不多了 多头是吧 你看下方再往下清算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清算的 但是往上的话 到四万四的话有十多亿美金的一个空单 会被清算了 所以在往上的话 往上涨的话 你看 回头反弹到上方的一个四万七这个水平的话 有三十多亿美金的一个单则会被清算了 这个难度确实有 但是的话目前的话 是有一波小反弹 我们看它反弹到四万四这个区间 可能是又是一个选择多空 选择那个时候 是吧 那来到这个位置 如果再次向下低的话 跌百分之十 那可能它就会回调到下方这个 三万八这个水平了 是吧 所以这两天的话 应该会是会有结果的 那以太坊在这一波冲高之后 那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是吧 果然是出现了一个下下的一个动作 以太坊 那以太坊它跌破了这种关键支撑 2600之后 它的价格的话 一直是没有能够重返到上方的位置 但是来说的话 现在 反弹到上方的位置 可能继续回调是吧 或者是在这位置去震荡 这个区间2600这个水平 是吧 一旦突破可以去做多 到目前的话 不要去轻易去再去试探它一个底部 是吧 观望一下 或者是你去操作比特币 都是可以的 SO要的话 之前我们说过了 它的价格 要看比特币脸色 那果然 它这个位置的话 阻力还是有 上行到这个 104附近 107 果然是出现了一个回调 走了一个 123 就走了一个回调 如果比特币继续下跌 那它跌到38000 它应该能够到80美金 80美金的话 一定是一个买进的一个机会 如果有跌到下方的位置 甚至跌得更低 去到这个70多美金这个水平 那这个区间的话 你一定要去买进 是吧 这种区间是必然会赚钱的 再拿到牛市的 结束是吧 那今天的内容的话分享 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能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能源的频道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